今天是礼拜天 刮大风 这天气突然又降温了 一会儿冷了 昨天乐了要是穿短袖 新年又得穿在外套 今天干的什么呢 哎呀昨天才发现 就是我们的葡萄被冻死了 这个已经被截止到这 昨天把它剪了 这个还好呀 那这一株的话就最长了 截到热了 基本上 已经 就看不到头了 所以说昨天我是嫁接了一株 因为这两株的话是一样的葡萄 都是小的 而且是青色的 我就从那一株的话嫁接过来一个枝条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为 第一次嫁接 反正试验性的 然后这一株也是 这一株好一点点 就是到这 这一株是最顽强的 这是纸葡萄 国内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 颜色挺好看的 它会变质 那我们要准备就是那一株 会死掉的打算嘛 所以说今天尝试一下 就是怎么 从这个cutting这块 就剪个字条然后怎么培养 出一个新苗出来 然后 我准备就是培养一个 一株葡萄 然后一株那个 香港叫枝子花 然后两株这个 应该叫什么 我都忘了 Ameria 那个花 因为我们还都少两个 如果我们要去买的话 当株的话 这一株葡萄可能就要15 还是10块钱 然后那个枝子花什么的 就看大小 这边是按大小的卖的 所以说我也是实验性的 先我挑了一个枝条可能这个好一点 就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垒在这边开了 然后我从这剪下去 这是我打算就是培养的一个 葡萄的枝条 然后我们现在去剪这个 这只花还有那个Ameria的那个 调这个枝条 这个是Ameria 这个是Ameria 好调的话 这长了很多新的芽出来 我可能要调个老枝吧 这里看看能不能剪一个 就粗壮一点的 这个可能好一点 然后我再剪一个枝条 因为 我们这里可能需要两株 这个Ameria 就是这里一株 还有这里一株 现在是控制的 如果我们要买的话 我记得我们之前 买的话好像是29块钱 一盆 但是那个比较大 这个 都是那一盆里面出来的 就是这五株 一二三四五 这是两盆里面出来的 所以说 现在看看能不能省多一点钱 然后我再调一个老一点的枝 就这个的话颜色 比较好看 是 这种 粉红色的 我们前面的好像颜色还不一样 好 我再然后再调一株 调个枝条 那个是枝子花 枝子花的话就会很香 我已经挑完这个枝条了 哎被吹掉了 吹到哪去了 我刚才剪了一个枝条 我先找一下 就是这个枝子花我们 如果培养成功的话 我们还想多培养一点 因为这个实在是很香 我挑了这个 是个枝条 现在就把多余的叶子去掉 就只留两个叶片 然后每一株都 就成这样 就是把叶片剪掉一半 留两个 然后每一株下面的话就 削成尖的地方 削成很尖 这样的话容易长根也容易插进 泡沫里面去 这个 葡萄的枝条也是一样 好 然后我们准备 四个这个塑料 矿泉水瓶 然后把三标再撕下去 然后从中间 卡一套 但是不要把它切断了 我现在 就拿刀来切一下 就是 瓶子都是切成这样 就是 就是不要让它就是断掉 到处的话我们要把它封起来 然后我们这里面装的是雨水 就是这个雨水收集器里面收集雨水昨天下雨了 我们收集了很多雨水 然后 我们加点这个 就专门用来填插用的这个 枝条用的这个营养液 从每个瓶子里面加一点 到时候它会变成黄色 你不加这个的完全靠水的话 是不行的因为这个 可以促进 生根 你可以看到这个 雨水的话已经变得有点黄色了 然后我们把枝条 放在里面浸泡油 现在我们 去准备一些泡沫 就切成 小的方形 放了可以放在这里面 不需要太大 然后我找了四个这样的泡沫 就这三个可能应该还可以 但是那个 我不知道这个对 葡萄 这个枝条 是不是太小了 然后就是把这个 就是那个枝条的话直接插到这里面去 然后底部的根伸出来点 因为这个 就让它从 就是你不能 让那个 顶部的话就是 插到这个泡沫里面要从这个泡沫 里面穿出来这样的话它下面就会生根 感觉还是可以啊这个方法 好 现在我就挨个的 把这个泡沫放到这个 塑料瓶里面 就像这样 然后拿胶带把它封起来 不需要整个的封了 要不然那他 他套不了去这样的话就只是减少它的那个 水分的蒸发 但是你不能完全水分完全蒸发不出来 我试过就是他们有的视频里面看的就是直接插到图里面去 基本上 也不说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一株是成活的 就是按照它那个方法 这个的话我也在饰演当中 昨天的话我已经就是用这个方法弄了两株那个桂花 就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挺过去一天了嘛 至少叶子 还没有发黄什么的 这就是 粘了的问题 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有效 现在我们就放到一个 就是阴凉通风的地方 一个月 看一个月能不能长出这个根系出来 如果能长出根系出来的话 那就 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这样的话 我可能到时候就会大量的用这个方法 现在 这个方法的 是否成熟 还是个未知 然后我打算是放在我们那个 就厨房的contact上面 这样的话我每天可以观察这个变化 好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拜拜